一片未知的虚空之中,身着灰袍,头戴斗笠的轮回店主正站在一片悬空山崖之上。 在其身前还悬浮着一块普通铜镜大小无异的虚空光景,里面光芒闪动,似乎人影浮动。 若是仔细看去,就会发现镜中画面上的人影正是韩丽和南宫丸。 轮回店主竟是一直关注着此处的景象,而在其身后不远处还站着七八道人影,其中为首一人同样身穿黑袍, 只是头面脖梗和手臂上全都严严实实裹着绷带,却正是那补天宗的修士,袁淳峰。 这时候袁淳峰上前几步来到轮回店主身后。 店主,当初南宫满离开冥界,会被天庭抓走,已是我占卜欲知之事,为何不加以干涉,凡要任由被天庭抓走,受他们要挟呢? 轮回店主看了他一眼,随意地说道, 南宫满的性子,与如霜无异,如今又有了如霜许多的记忆,性格变得更加执着。 他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更改,我除非强行拘押他,否则留不住他。 呃,若是如此,戴琪受到追捕之时,我们再出手也来得及啊。 如此作为,一方面是为了让韩丽看清天庭不择手段的刑事原则。 今日南宫满因我受到牵连,以后就很有可能会因为他受到牵连,躲是躲不掉的。 袁淳峰略以思量说道,他与世间盗祖,法则大盗相处,未来必定为天庭所不容。 以古霍金的形式风格,的确会株连九族,不会放过他身边任何一个人的。 除此之外,我也是为了麻痹天庭,他们找寻了我何止百万年,哼,却一直无法逼我现身。 如今此事一出,我总算是乱了些方寸,他便以为我要不顾部署,与他们正面对抗了呢。 不过这法子终究是冒险了些,一旦南宫满真的被送完天庭,这事情就不好办了。 嗯哼哼,冯清水那丝蠢笨了些,但他上面那位却不是愚人。 你们补天宗都知道两头压住,他又怎么会开罪我轮回殿呢? 所以他必定会让冯清水将人暂扣下。 呃,即便如此,南宫宛若在追捕当中发生意外,岂不? 追捕一试你不是已经占卜算出了结果吗?若是发生意外,责任不该问你吗? 轮回殿主,微微侧头看向袁淳峰。 啊,袁淳峰听闻此言,顿时浑身一僵,只觉得后脊发寒。 停顿了片刻,轮回殿主忽然笑道,哈哈哈哈,有我一直照看着,又岂会让意外出现呢? 哦,那是自然。 轮回殿主收回了目光,又望向了镜中、韩丽他们两个。 袁淳峰目光微闪,视线也落在韩丽的身上,开口问道, 电主,此法真的能刺激到韩丽,令他下定决心跟我们一同对抗天挺吗? 在这世间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他,龙有逆临,处之必死。 南宫宛就是韩丽的逆临,如今他修为已然暴涨,不会就此作罢。 咦?轮回殿主话没说完,忽然轻移了一声。 紧接着,就见那虚空光镜中的韩丽,忽然目光一转,视线竟是直勾勾望向了光镜外的轮回殿主。 下一瞬间,便有一光亮起,虚空光镜随即爆裂开来。 除了轮回殿主之外,包括袁春风在内的其他人呢,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。 袁春风试探着问道, 呃,殿主,这是…… 哼,没什么。 他发现了我的探查,哼,连我留在南宫宛身上的轮回印记也清楚掉了。 这么说来,他岂不是会猜到此事是殿主纵容,不会因此记恨吗? 哼哼哼,轮回殿主笑了笑,对此似乎并不担心。 或许会吧,不过结果没什么不同。 龙渊仙玉的某处,一片芒谷山林之中,一棵足有百丈来高的梧桐树下,韩丽和南宫宛相对而立。 怎么了? 南宫宛面有异色,开口问道。 他们两个人原本打算直接赶赴清渊大陆,通过那里的传送大阵前往中土仙玉。 不知为何,途经此处,韩丽却突然呢,带着他降落在这片山林当中。 韩丽没有立刻回答南宫宛的话,而是目光一转,在四周仔细地打亮了片刻。 最终把目光集中在了身后不远处的一块造型独特的灰白石山上。 只见一只赤色的灰白的飞蛾正停在那块山石上, 四肢翅膀微微地扇动,一直没有飞走。 先是枯草,后是海鱼,再是灵雀,现在又是飞蛾。 跟了一路,你就不嫌烦吗? 下一瞬间,韩丽眼中一道金光射出, 那只灰白飞蛾便应声爆裂开来,化作了一团灰烬。 南宫宛见状一阵的惊讶,正要询问时,眉头也紧跟着皱了起来。 这只飞蛾身上,为何会有轮回法则波动? 是轮回店主的手段。 说吧,韩丽目光一凝,在南宫宛身上仔细查看了片刻, 随即抬起一手,朝起后镜摸去。 南宫宛没有丝毫抵触,顺从地把头朝韩丽靠了靠。 韩丽的手掌落在南宫宛的后镜上, 掌心中多出了一阵微热,亮起了一片淡金色的光芒。 南宫宛只觉得微微有些灼痛,但只是一阵很快就过去了。 在韩丽收手之后,南宫宛眉头微醋地问道, 他在我身上留了印记。 和刚才的飞蛾一样,应该都是轮回店主为了保护你留下的手段。 一旦冯清水有伤害你的举动, 他应该就能通过这些手段转瞬机制。 不过现在有了我在你身边, 这些的以后都不需要了。 南宫宛,听闻此言,心中不禁一暖, 脸上绽放出温和的笑意。 过去的这些都不需要在意了,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一起。 可惜,总有些人不愿意让我们安稳啊。 那我们离开这里,回灵界,回人界, 哪怕去异界,只要离开这是非之地就好。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,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,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。